汪小菲力挺腾华涛 但他忘了 陆寒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 电影《上海堡垒》的票房不是很理想 导演腾华涛在电影刚上映的时候就给观众道歉 主演陆寒也道歉了 但是观众并不满意 之后导演腾华涛表示自己用错了陆寒 没有考虑他适合的类型 一时间引起了重怒 汪小菲力挺腾华涛 称他绝对不是一个甩锅的人 是大家理解错他意思了 而向左则吐槽腾华涛甩锅给陆寒 自己没担当不够男人 其实用错这个词不是说这个人或物本身有任何问题 只是使用人的错 明明导演说的是自己用错 主语强调的是自己 但是可能因为表达的不清楚 造成了如今尴尬的局面 不管导演有没有恶意 感谢导演澄清天价片酬 陆寒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 不管票房口碑多差还是被诋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托